Hello大家好,我是寡牛哥 这里实施战争魔力气奥特曼大内斗 好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参赛双方是谁 这里是我们上一期视频的内组 X奥特曼联合我们的一叉龙岩内斗王总数一起 八千名 对战双方是谁 挑战方是我们的暗亚欧布奥特曼 三千名 大家觉得哪一方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八千VS三千 我们直接提高到中间线啊 大家觉得X奥特曼联合怪兽一叉龙岩 人都王战斗里标杆能获胜的评论区预测打一把一 觉得我们这个暗亚欧布奥特曼挑战方三千名能获胜的 评论区预测打一把二 那么话不多说,直接开战 周理 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线的那个偏向啊 中间线的偏向性果然是 暗亚欧布这一边啊 挂牛哥玩这个游戏还是比较熟悉的啊 大概的战斗力要求 标准我们还是知道的啊 所以我刻意把暗亚欧布这边的数量只加到了三千名 而一叉龙岩雷的王和X奥特曼这一边 居然有大千名 但是啊 现在虽然压过来了啊 但不代表我们的暗亚欧布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因为看过上一期视频呢都知道啊 暗黑欧布奥特曼开局就是这种状态 最后直接被一叉龙岩雷的王和X奥特曼反杀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 我们的暗黑欧布奥特曼赢了那么多次 最后就败给了一叉龙岩雷的王和X奥特曼 那么这剧游戏难道也是跟暗黑欧布那一局一模一样吗 开局的优势到了后面 被一叉龙岩雷的王给反杀 非常精彩啊 朋友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残坡这边 大家看见了没 现在已经开始战况发生了扭转 暗黑欧布刚开始那么凶 但是现在感觉 一叉龙岩雷的王这边更上一筹啊 来这局游戏跟上一局一样啊 很多都喜欢发呆啊 很多都喜欢发呆 来看见了没看见了没 小三坡这边一叉龙岩雷的王他们取得了反败为胜啊 然后市区这边也是一样 全部反败为胜的朋友们 大家也看才看到了啊 开局那个按摇不是多么的厉害 但是到了最后啊 反败为胜的朋友们就是这么强 一叉龙岩雷的王不愧是我们的战斗里标杆 又一次反转的朋友们 又一次反转的 开局很强 最后被反杀 哎呀真的是意想不到 开局那么猛烈的攻势啊 打着一叉龙岩雷的王和 X奥特曼节节半退 最后还是被一叉龙岩雷的王和X奥特曼反败为胜 好了最后给我们胜利放一个特写 这一只选一的朋友们对了啊 一叉龙岩雷的王和我们的X奥特曼 最后又取得了这一场比赛的神殿 你猜对了吗 支持关那个帮关那个视频多多点赞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